《以西节书》第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家发出谜语 设比喻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有一只大鹰 翅膀大 领毛长 羽毛丰富 彩色缤纷 来到黎巴嫩 把香薄树的树梢取去 他灼断树顶的嫩枝 把它带到贸易之地 栽种在商人的城里 他又把以色列地的种子取去 栽种在肥沃的地土 水流的旁边 好像栽种柳树一样 它生长起来 成了一棵矮小而蔓延的葡萄树 树上的枝子向着那鹰 树根在它以下 这样 它就成了一棵葡萄树 生出枝子 长出嫩芽 另有一只大鹰 翅膀大 羽毛多 这葡萄树从它栽种的苗床上 把树根向这鹰弯过去 又向这鹰长出枝子 好得它的浇灌 其实 这树早已栽种在肥沃的地土 水流的旁边 可以长枝子 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葡萄树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葡萄树怎能茂盛呢 鹰不是要拔出它的根来 灼光它的果子 使它和它长出的一切嫩叶 都枯干吗 其实 要把它连根拔起 并不需要很多人 或很大的气力 看哪 葡萄树被栽种了 但它能发望吗 东风吹袭它的时候 它不是必然枯干吗 它必在生长的苗床上枯干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对那叛逆的民族说 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们 看哪 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来 把其中的王和众领袖掳去 带他们到巴比伦那里去 他从以色列王室后裔中选出一人 与他立约 叫他启示 并且把国中那些有势力的人掳去 使国衰违 不能再兴盛 唯有谨守条约 他才可以继续存在 可是 这人背叛的巴比伦王 差遣使者到埃及去 要得战马和大军 他能亨通吗 行这样事的人 怎能逃脱呢 他破坏条约 怎能逃脱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藐视了自己所起的事 背弃了与王所立的约 因此 他必死在巴比伦 就是巴比伦王立他做王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敌人建造围城的高墙 筑起工程图垒 要剪除多人的时候 法老率领大军和大队人马 还是不能帮助他作战 他藐视誓言 背弃条约 他已宣誓效忠 却又行了这一切事 所以 他必不能逃脱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既然藐视我的誓言 背弃我的约 我必使这罪归到他的头上 我要把我的网 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被捕获 我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并且要在那里 因他对我不忠的罪审判他 他军中所有的精兵 都必倒在刀下 剩下的也必分散到四方 你们就知道 说这话的是我 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从高大香薄树的树梢上 取去一根树枝 把它栽上 我要从树顶的嫩枝中 折下一根枝子 把它栽种在高耸的山上 我要把它栽种在 以色列的高山上 它要长出枝子 结出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薄树 各种各类的飞鸟 都必在树下栖 就是栖在枝子的蚓下 田野所有的树木 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使高大的树矮小 矮小的树高大 使青绿的树枯干 枯干的树茂盛 我耶和华怎样说了 就必怎样行 这种美国 數字 我来说 我也开始 有一种美国 我来说